各位親愛的醫師姐妹,大家平安 又來到這邊講道了 滿場機會來到這裡講道 每次來到這裡就感覺好像回到家一樣 所以我要問候我的家人 你們昨天睡得好嗎? 太吵了 我相信大家都是 今天我們要看一段我們很熟的聖經節 我們要從這段聖經節再次來翻新我們的生命 翻新我們的信仰 雖然是一段很熟的經文 但是我相信上帝也透過我們很熟知的經文 再次對我們說話 今天這個故事發生在耶穌要到耶路撒冷 最後一個逾越節之前 在耶利哥城發生的事情 四本福音書裡面 只有陸家有記載這個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很特別 代表什麼? 代表如果進入天國有考試的話 這個應該是畢卡 耶利哥城離耶路撒冷不遠 在當時候是耶路撒冷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那這個城市也被稱為是中樹城 因為當中有生產水果香膏 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 是交通的要塞 也是很重要的交易中心 所以也可以說是當時候課稅最重的地方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當官 你會賺到很多的錢 那在這個城裡面有一個人 他叫薩蓋 薩蓋他是一個事業成功的人 他是一個事業成功的人 他呢 有很多人想要追求的社會地位 他是一個社會的精英 相當的有頭有領 有權有錢的人 不過他很自私 貪心又吝嗇 所以他大家都拒絕他 排斥他 排擠他 討厭他 瞧不起他 認為他是一個壞人 認為他是一個賣國賊 沒有人願意做他的朋友 他很無淡 但是大家真正不喜歡的原因是 不是因為他的貪心很吝嗇 而是因為他的身份 稅利 這是他的職業 讓他能夠賺到許多的錢 在當時候稅利 怎麼樣賺錢呢 如果我是羅馬的官員 我指派 今天我指派華老師 華老師 請你幫我收今天這邊的人 我要跟他們收稅 每一個人收十塊 那稅利怎麼樣賺錢呢 我跟你收一百塊 我跟每個人都收一百塊 但是我只要交給 華老師只要交給我每個人十塊就好 所以剩下的九十塊在誰的手上 所以稅利為什麼讓人討厭 因為稅利能夠用不正當的手段 賺很多的錢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替羅馬政府 給他的權利用來欺壓自己的黃包 而且最諷刺的事情就是 撒該這個名字 原本有公正純潔的意思 就用補儀的方法來收稅井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身材 比較矮小的關係 讓他比較沒有自信跟自卑 也許他的成長歷程充滿著挫折跟傷害 從小沒有受到別人的看重 受到別人的取笑 他想要改變 所以決定要證明自己的能力 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只要我打敗別人 我比別人強 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別人就會尊重 這種想法 所以讓他不斷的打拼 在職場上的耳與我戰 讓他一步步的升官 成為一個稅利長 他以為這樣能夠得到別人的尊重 尊敬 結果反而沒有得到別人的尊敬 變成是最固人緣 所以我們可以說他社會的地位很高 但是人際關係很差 雖然他很有錢 但是他並不快樂 有一天他走在路上 看到前面有很多人聚集 原來有一個名叫做耶穌的人 要從那裡經過 他很好奇 想要和大家一樣 看看耶穌到底是何方神聖 但是可能他因為他身材的限制 所以他看不到 因為也要很多人打在前面 那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真的很想要去看 我們真的很想去看 我們過去我們很想講什麼 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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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到前面啊 但是他不敢用這種方式到前面 他不敢用這種方式到前面 因為可能有人會趁機暗殺他 在當時有一個組織 叫做憤瑞黨 憤瑞黨是什麼樣的人組成呢 憤瑞黨裡面的人大多都是 極端的狂樂分子 就是革命 強調革命的人 他們專門殺害為羅馬政府做事情的官員 特別是為欺壓自己同胞的稅力 這些人都是他們的目標 所以看耶穌對撒該來說 是件很危險的事情 就算不會有人殺他 也有可能在人群當中 被人看過一點 所以是很危險的事情 假設傳道是撒該 雖然很想要看到耶穌 可是如果我看到這麼多人擋在前面 我一定會說 算了 我不想好看 我一定是離開那個地方的人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不喜歡湊熱鬧的人 我不喜歡湊熱鬧 但是撒該並沒有離開 他決心的想要看到耶穌 而且非常的堅定 他就是想盡辦法一定要看到耶穌 甚至不顧自己的面子 因為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 一個大人爬樹 視不成一頭 你們知道猶太人穿的衣服 在走階梯的時候 要很小心 猶太人穿的衣服 在走階梯的時候 要很小心 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吐光 他們是沒有穿內褲的 會被人家看到下體 所以撒該如果爬上樹 如果你不小心往上一瞄 你就會看到不雅的畫面 不雅的風景 但是撒該不管別人的眼光 他放下身亂 爬到樹上 爬到樹上 只為了要見到耶穌 為什麼他這麼可憐要遇到耶穌呢 為什麼他這麼可憐要遇到耶穌 甚至甘願忍受別人的持久 是什麼原因讓他有這麼強烈迫切的心 想要遇到耶穌 這應該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為什麼他這麼強烈的想要遇到耶穌 而我的生命 有沒有這麼強烈的想要遇到耶穌呢 如果我們站在撒該的立場來思考 那種孤單的心境 渴望有朋友 渴望對現況有所改變的心 非常不切 或許撒該曾經就從他的同事那裡 聽過耶穌的所言所行 因為耶穌的學生裡面 就有一位瑞利馬太 耶穌常常和瑞利這些在社會當中 受到別人排擠的人一起 他是罪人和瑞利和娼妓的朋友 撒該聽過耶穌的故事 聽過他的作為 他知道耶穌怎樣的憐憫 幫助醫治人 給人生命的盼望 他一定很好奇 他一定有期待自己的生命要轉變 他一定有期待說 他想要得到醫治跟接納 而這份期待讓他有動力 他有很強烈的渴慕 想要得到改變 他有很強烈的動力 因為他想要改變 昨天我都睡不好 就是有一群人他們很有動力 他們也很想要改變 但是他們的對象不對能力 但是我常常在想 我們基督徒看到他們 也許我們自己 扪心自問需要喚醒 他們用真心 他們是真心的 拜假神 但是反過來說 有沒有可能基督徒 是假心拜真神 當這個撒該爬到樹上 耶穌走到那裡 一定聽到眾人在辭笑撒該 所以他一拍頭 看到撒該 就叫撒該 感情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裡 耶穌沒有指責撒該 也沒有教訓他要悔改 只是說今天要住在他的家裡 在現代中文一本裡面 的翻譯是必須 耶穌對他說 今天我必須住在你家裡 今天我必須住在你家裡 耶穌的主動 是由一種肯定 而且非常堅定的態度 來對撒該說話 對撒該來說 這是一種完全的愛 是他過去未曾經驗過的 他被看見 他被認同了 他被接納了 這種感覺進入到撒該的心裡面 他就趕緊下來 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 但是 在這個故事裡面 如果我們把它想像成一幅畫面 想像成一幅畫面 這個畫面裡面 撒該這個罪人是歡歡喜喜 但是有一群基督徒 是非常生氣 旁邊有一些人看到這些情形 就是在前面阻擋撒該的人 他們都是跟隨上帝的人 這些人不是很開心 他們看到耶穌所行的一切 卻沒有將上帝的恩典放在心裡面 只有私下議論 或者是埋怨 稀稀疏疏 耶穌竟然做這些稅利的朋友 竟然要進到罪人的家裡面 看到罪人 得到上帝的恩典來悔感 看到罪人 因為上帝的恩典來悔感 這些基督徒的反應是 沒送 不舒服 不開心 不滿意 他們批評耶穌說 怎麼可以接納這種罪人 怎麼可以到罪人的家 對耶穌來說 罪人只是一種景況 是指人暫時走在不對的道路上面 在耶穌的眼中 這些人叫做失落的人 不是罪人 所以耶穌來 是要來尋找失上的人 是要引導這些暫時迷路的人 回來到正確的道理裡面 耶穌並沒有譴責所謂的罪人 他唯一譴責的是那些譴責罪人的人 自己唯一的人 這也正是為什麼耶穌只有看見撒該 卻沒有看見他們 因為這些人自以為意 這正是為什麼只有撒該 能夠跟耶穌建立真正自由的友誼 因為耶穌看見撒該的心靈 也許那個是受傷的心靈 也許那是充滿衝突 充滿羞恥的心靈 許多人的諷刺 拒絕 排擠 並不會讓撒該來悔改 唯有耶穌的愛跟接納 讓撒該大大的改變 耶穌並沒有要求撒該要怎麼做 請注意耶穌並沒有要求撒該 你 你要悔改 但是他卻以實際的行動 撒該卻以實際的行動 向人表達他的轉變 他認真 他很嚴肅的 站在眾人的面前宣告 我把我的財產 要拿出一半分給窮人 我願意面對自己以前的不公義 承認自己的錯誤 願意用超過律法的要求 賠償別人到四倍這麼多 以前是想盡辦法來增加自己的財產 現在他願意將自己的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剩下的那一半 他不是說我留著 剩下的那一半 他是要來賠償給別人 原來一個很自私 只為自己不顧別人死活的稅利 現在他成為一個願意跟別人分享的人 所以愛跟接納會帶來改變 愛跟接納會帶來改變 在羅馬書第五章八節的時候 上帝他對我們的愛 是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就已經向我們顯明了 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上帝的愛就已經向我們顯明了 上帝在我們是一個罪人的時候 他不是看我們改變了才愛 是在我們還十歲的時候 他已經愛了我們 前兩個禮拜 有一個新聞很有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跟昨天的媽祖也有一些關係 前兩個禮拜 應該是前幾個禮拜 就在我們彰化 這個新聞就發生在我們彰化 一樣有媽祖出巡 落盡 應該就是在這附近 白沙屯媽祖 有一個人呢 也去跪在媽祖的前面 有沒有印象呢 這個人呢 跪在媽祖前面 可是媽祖怎麼樣 繞過他 跳過他 那個時候呢 一陣當大 可是呢 旁邊的人 全部叫 太棒了 太熬了 這個人是未隱從 有印象嗎 這個新聞 也許你沒有看過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看過 這個新聞很有趣 我太太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笑得快煩過去 但是 我當然也是這樣 但是 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馬上浮現今天 我們所看到的新聞 今天如果是耶穌從這個人 從魏印象的前面走過去 你覺得耶穌會對魏印象說什麼 印象啊 起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裡 耶穌會不會這麼說 我相信大家會 我們是不是有在撒該的身上看到自己 我們需要得到耶穌的盡量 或是我們身旁 就有像撒該一樣的人 也許就是我們排擠他 也許是受到別人的排擠 拒絕 也許討厭和藐視 這些人 或許是我們的同事 或許是我們的家人 或許是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可能想過要接納 改變那些討厭的人 比如說我們看到魏印象 這個人真的很糟糕耶 這個人真的很糟糕 我們想他一定要先改變 所以他一定要有好的行為 我們才會愛他們 他一定要先改變啊 不然我怎麼愛他們 這些人為什麼討厭 就是因為他白目 白目的人我最討厭了 我們不會愛白目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只看到一個人的錯誤 是因為這個人的錯誤讓我們很不爽 讓我們很生氣 不是因為我們愛著別人 因為教訓別人 永遠比較容易 教訓別人比較容易 接納別人是比較困難的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錯誤的行為 不完美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討厭他 我們會很不爽他 我們甚至不想接近他 但是這個很正常 這個很正常 因為這本來就是我們本名的反應 討厭人很容易 但是照著他現在的本相來接納他 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人都比較喜歡別人完美的一面 我們不敢把我們自己醜陋的一面拿出來 因為醜陋的一面拿出來 絕對是會受到別人排斥的 但是接納本身就有這種意思 就是我願意用更多的時間 精神耐心去接納這個達不到標準的人 其實簡單來說這個很像婚姻 很像婚姻 什麼意思 在這邊大部分的人 他們應該都是進入婚姻的人 對不對 你面對你另外一半的時候 你是不是常常容易被激勿 面對你另外一半的時候 你常常被激勿吧 你願意去接納他嗎 很多生活習慣我們接納不了 很多的部分 我們有的時候會轉為生氣 可是接納就是要照著他的本相去接納他 無論這個人是帥帥美美的樣子 還是他披頭上髮的樣子 他的樣子我可能不習慣不習慣 但是我願意照他的實況來接受這個人 如同耶穌接納三改一樣 但是請注意 傳道在這邊所說的接納 並不是說我接納他 可是我認同他所做 我接納這個人 並不代表我認同這個人所做 耶穌今天絕對不會接納 為運送 但是他不會認同他的所做 接納代表這個人 他需要改變 而且 撒該是必須要悔改的 撒該必須用他的行動來治理 他跟隨了耶穌 他之後生命的轉變 如果我們仔細看經文 耶穌接納他 耶穌接納他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裡 是等到撒該有了反悔悔感的動作之後 耶穌才說 今天救恩會領到這一家裡 我們看到耶穌將接納還有建立觀心 放在人悔改之前 放在人悔改之前 不是你悔改了之後 我才接納你 當耶穌這樣做 撒該就歡歡喜喜的被改變 被調整 當人感受到還就會產生改變的行為 人會因為愛 付出行動 但是我們常常想說 別人先改變 我們才會接納 耶穌的做法跟我們不一樣 他先接納 在接納的關係裡面 不要想說 我一旦接納你 你就會馬上改變 不是 我們接納了這個人 我們還需要給對方一個空間 時間 來等他成長跟改變 因為接納的愛 接納的愛是建立關係 關係才會帶來改變 關係才會帶來改變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身旁有沒有像撒該這樣的人 我相信 有 還是我們 自己看到這樣的人 就 覺得很討厭 那些需要被接納 生命當中有不完全 有需要的人 我們可以學習接納他們 愛他們嗎 我們可以學習接納他們 愛他們嗎 耶穌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 去接納那些不完全的人 有需要的人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來學習 接納那些需要關係 需要被愛的人 因為人子來是要尋找那些私上的人 耶穌在尋找那些私上的人 他看見他們心裡的需要 他看見他們需要有關系 不是看見這個人有多壞 他知道人心裡面那種黑暗 軟弱 耶穌喜歡觸摸這些人 如果我們看到福音書故事裡面 耶穌常常是用他的手 去觸摸一個人 不管這個人是不是病人 耶穌很喜歡用他的手去觸摸這些人 因為在觸摸這些人的當中 這些人感覺到被接納 這些人感覺到他的需要被滿足 所以耶穌觸摸這些人 改變他們的生命 電動姐妹誰是我們生命當中的撒該 誰是在我們周圍看起來好像生活過得很好 可是卻沒有愛的關係的人 但是這段經文同時也在告訴我們 我們會不會就是那一群議論紛紛的人 在撒該還沒有改變之前 耶穌先接納 撒該內心改變 耶穌進到撒該家中說 今天救恩領到這家 救恩就是耶穌基督的領在 雖然以前是人人喊打 看作是不完全被討厭被拒絕 但是耶穌重新恢復撒該被遺棄的身分 就是亞摩拉的子孫 恢復跟上帝的關係 在撒該沒有認識耶穌之前 他雖然有很多金錢 但是生命並沒有意義 但是耶穌接納 他讓他覺得生命重新回到正確的道路 人生有了意義 對撒該來說 有上帝的接納就有意義 沒有上帝人生就沒有目的 沒有目的人生就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人生就沒有盼望 所以認識耶穌幫助他找到生命的意義 對我們而言也是一樣 我們信耶穌是得到上帝的愛跟接納 我們的人生充滿了目的跟意義 接納帶來生命的改變 那一天耶穌走到撒該的樹下 也走到我們的樹下 今天走到了我們的樹下 對很多基督徒來說 當你來到教會做禮拜的時候 當你來到教會做禮拜的時候 其實那個就好像是一個爬樹的動作 你爬在樹上 你有想過遇到耶穌嗎 我們有期待自己的生命改變嗎 只要我們願意承認 我們需要真正的愛跟被接納 我們需要沒有負擔的被改變 那麼我們就需要耶穌的愛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承認自己是一個思上的人 需要被上帝的愛重新找回來 離開現在的錯誤 離開現在的錯誤 回到原來正確的位置 兩千年前 撒該從桑樹下下來 他回到上帝的恩典裡面 經驗到這個愛跟接納 今天你要下來嗎 今天你要下來嗎 你是不是願意經驗到被接納 與愛的理念 請你從自己的樹上下來吧 今天主耶穌必住在你家裡 這個時候我們要一起來唱一首回音的詩歌 主你為何解決我 這首歌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對於我們而言 對於一個基督徒而言 我們常常在教會裡面長大 我們常常忘記了上帝的恩典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我們需要上帝的恩典 我們每一次透過這首歌 每一次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說 原來我們只是一個不愧的人 但卻某上帝的恩典 我們成為上帝的恩典 不會我們自己今天是撒該的角色 還是我們的身旁有撒該這樣的恩典 讓我們通過這首歌 我們願意有愛的行動 我們願意經驗到上帝的愛跟接納 我們也願意用這樣的愛與接納 我們願意去接納那些像撒該一樣的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主帝的恩典 主帝的恩典 恩典 崖連日災 神像撒該這首歌 Patch繃來的小歌 旁可 kid som Track 为您的仰视 春孤祝的旨意标普云 如今先生的 为主而生活 与主一同行到永远 我的奇妙 只要全身之爱 竟然领导我 我愿歌颂赞为主命 救助恩典多世纪 救助怜悯大幽默 使我其次了难兵养 供主帮助我 成为您的仰视 春孤祝的旨意标普云 如今先生命 为主而生活 与主一同行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 愿你帮助 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像撒盖一部分 今天我们的亲人朋友当中 我们也有认识像撒盖一样的人 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自己先经历主祢 无条件 丰富的爱 与接纳 帮助我们 也许我们 自己 也许我们的朋友 仍然在罪恶当中 但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 经验 那份 爱 接纳 让我们愿意 生命被调整跟改变 因为主 祢真的在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祢已经透过耶稣基督 祢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所行动 让我们能够去接纳 我们身边那些不完美的人 因为祢已经接纳了这个不完美的人 求祢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的经文 再一次来反省我们自己 透过今天这首诗歌 我们也再一次思想祢的爱 求祢再一次将祢圣灵 放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 也吹逼着我们的生命改变 也吹逼着我们能够去行动 我们同心的在这边 仰望 祷告 奉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爱 好